花莲县政府办理的太平洋碑111学年度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网路小论文专题即本土使命式行动研究竞赛 7号上午在吉安国小活动中心举行成果发表会即颁奖典礼 也安排获奖学校分别登台分享研究成果 让学生们展现成就与自信 花莲县政府举办的太平洋碑111学年度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网路小论文专题 即本土使命式行动研究竞赛迈入第九个年头 今年赛事当中最终是以国中组57队国小组75队突破重重考验 获得教授们青睐得到夹击 7号上午在吉安国小活动中心举行成果发表会及颁奖典礼 当然 我要谢谢全国来三亿的我们家长 孩子还有老师们 那在今年我们更为我们协助来辅导我们的海洋 来专业给做我们的老师也有奖金 我想这也是给老师最大的努力也最大的感谢 所以在花莲县无论是教育 让我们向下发展 向下的延伸 跋跃所建议 其实每一个方面都在做 每一个方面在做 从我们的国小的小乐伙们 再到我们的国小国中的科普 再到高中大学 也就是梦计划 再到大学跟产业段的FSH 再到我们青年创业 这是一年快的 所以今天我要谢谢所有的老师 其实所有的孩子们 我们一起为花莲来努力 一起来帮帮花莲这块的项目 这次竞赛有23件金奖作品 其中不仅包括了社会人文 自然科学 更纳入108课纲当中的17项议题 另外也设立本土关怀及原名专题 希望学生们透过关心各项议题 深入对自身土地的探究 并且和同侪间合作 建立起优良的沟通能力和自信 借徐立琴华联士报道 找到计划 古代并不在计划 小学区 都要拒绝 并不在小学区 并不在小学校 绕生 绕 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